我今天来到北卡的州府罗利 这是罗利的一个中学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参加那个北卡的高中联赛的足球裁判的一个培训 来到北卡以后奇妙的新赛季还没开始 只有我的新赛季已经开始了 前天我已经去杜罗姆学院参加了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热身 就是四个裁判轮番执法一场比赛 所以我当了半场比赛的编才 然后另外半场我当了一半的主裁 我们四个人轮流来热了一下身 然后新赛季就要开始了 这是我在北卡第一次找到组织 我现在看看他们这边跟阿拉伯马有什么区别 第一感觉就是人真多呀 没地方停车停得特别远 今天是来参加他们的祭前会议 哎呦我去这么多人 我刚才问这块这些人是咱们整个北卡的 所有的裁判 然后前上那个人跟我说 这只是在罗利三角区 杜罗姆和教堂山的三角区附近的 这区域的裁判 今天拿到了这个 badge 就是徽章 这是私立学校的 这是公立学校的 他这块规模要比阿拉伯马要大得多 人特别多 比赛也更多一点 好在那个他全国这个高中比赛全国都是统一的规则 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太多的要适应的东西 然后今天主要是讲了一些规则上的一些新的东西 每年每个赛季它的规则都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然后这赛季更新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个 dark zone 就是明显的进攻机会 如果要是被对方阻碍的话 基本上现在的潮流就是说尽量要避免红点套餐 而尽你可能去把它变成黄点套餐 其实我很喜欢参加这一类的这种裁判培训 其实作为一个球迷 我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对足球很规则很了解了 但是真正你开始当裁判以后 你会发现你所为了了解的足球这个规则只是宏观意义上的 但是如果要是到一些特别具体的一些案例上来 你就可能尤其是在那种 就是在那种时间很短 你就要做出判罚的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去做出决断 而在这种的裁判的培训上 经常大家会提一些问题 就是过去经历过的 包括你跟这些老裁判去交流 还有包括我自己当裁判 过去这一年 我经历了很多就是属于从来有以前没有想象过的 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种事情慢慢的 你了解的越多就越自信 我也是发现我去年在 今年年初吧 在阿拉巴马当完这个高中裁判这一学期以后 明显感觉再去当裁判就更自信了 好了 今天结束了 回家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